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明确的东西我觉得倒不一定 但我们更希望是能够带给大家我们所在意的问题是什么 让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些经验 然后这些东西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一些启发 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如果在会后呢 有任何你们更有共鸣的事情想跟我们讨论 其实都可以 那我先简单做个自我介绍 我是DevCore的指引长 那我也是HeatCon的理事长 那我们其实HeatCon经验是第18年 那我们第一次在南港站的二馆 办一个这样的一个研讨会 那这次不同的点是呢 我们希望呢 有产官学员各个领域的专家都一起来与会 因此我们把过去的技术厂 企业厂合并在一起 因此我们在这一次的议程中 各位如果想要听比较企业的元素 在这边可以听到 想要听到比较技术的元素 其实在其他议厅也可以听到 那这个就我们今年的一个特色 那当然我们 圆中会谈是我们在刚刚中午的 参序 那参序的过程中呢 大家所谈出来的各种讨论 所以说我们其实非常非常的感谢桌掌们 那桌掌们其实短短的利用吃饭的时间 听大家的意见 以及呢 吃完饭的短短的时间做简报 所以我这边想先请各位的听众 给三位桌长一个掌声鼓励好不好 好 那我是第一场 我们这一桌呢 是这个资安掌桌 那其实我们的嘉宾其实还蛮多 包含是即将上任 这个数位发展部的部长唐凤 然后呢 CIO协经会的理事长盛敏诚 然后李玉琦老师 台湾大大大的资源长Rock 然后BSI的总经理Peter 然后林达老师 然后台湾微软的总经理Sean 然后这个情节中心的指引副总 简红伟 然后趋势科技的Bob 中华资安国际的这个红总 然后林军秀组长 那所以各位看到这样的一个阵容呢 其实我们在这桌其实有了产观学研 那大家针对各种议题来做探讨 当然我们其实很在意的是呢 到底民间企业跟政府 这样的一个合作 到底该怎么做会比较好 到底政府对民间有怎样的期待 以及民间对政府又有怎样的期待 我觉得这些都会是 我们彼此已经很想知道的 所以说我们大概有分成三大议题 这第一个议题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政府跟民间彼此的期待 这期待如果能够有一个共识 能够了解彼此的话 那我觉得这成功的几率会更高 以及呢我们希望了解呢 策略管理技术面 各个面向的挑战跟应对 这应对可能包含到说 是我们自己组织遇到的 以及我们所见到的 我们的客户所面临的 这都算在这之内 但第三块的话 我想是各位一定很认同的是 人才的这个 人才的议题 包含到说组织跟跨组织的角度 人才培育该怎么做 这个人才也包含到说 上至资安长 资安的主管 到往下呢 包含到资安的第一线的工作者 这些都会是 当然面临到的一个困难 那我相信各位的听众呢 到了这个场合 都会想知道的是 可能各位可能是在资安产业 可能有人在甲方 有人在乙方 你们一定都会知道 人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大家会 横跨这三个面 三个面向 来做一个探讨 那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呢 探讨的就会是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上市会公司 在这个资安上面 其实有被要求了很多 那就是资安专责单位的一些条例 那我们认为呢 这些对于提升 关键基础设施的资安韧性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相信资安韧性的这个词 各位已经听到很多年了 到底怎么样具体的提升韧性呢 这是我们所探讨的 因此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政府跟民间业者 这两边呢 到底彼此有哪些期待 那这个是我们谈的第一个 谈的第一个主轴 那当然这个 如果各位对于 上市会公司的要求 我相信各位在一些 新闻上面都会看到 像是有113家 上市会的公司 要设立资安长 所以在资安圈有一个 算是蛮好玩的一个话题 但是又不这么好玩 就是资安长缺好多啊 就资安长缺好多到 比资安人员还要多一样 那当然这个面临到的问题是 资安长难寻 那包含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寻找 怎么样培育 怎么样确认 甚至怎么样去规划 资安长的职业 怎么样去确认他的绩效 这些都会是大家很重视 但是又很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这些准则跟条例 包含到说资安长 资安的专责单位 这些都会是大家面临到的一个挑战 当然首先政府对于业者的期待 我们大概有分成四个面向 包含到说资安的量能 希望可以在更高 情资的分析 以及持续运作 BCP的一个问题 然后如何创造 跟推动资安的需求 首先我们的第一个 资安的量能的话 其实政府机关 他们的想法是 对于不同的产业 希望可以提供各种 IT以及OT的检测 其实过往我们在IT的检测 其实很多了 包含到说像传统的 落连扫描 然后进阶连的生路测试 到现在更新的红队演练 或者是更多更新的服务 这些都会算在里面 那OT方面其实也会跟上 但是这些机核的能量 到底是否足够 如果说上市公司有1700家 这么大一个范围的话 到底我们现在的量能 是否真的能够足以去 涵盖到这么多的上市 上柜公司呢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或许会有人说 哇那像现在这样的 资安公司 资安产业 资安的服务供应商 好像赚宝了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不一定是这样子 因为这么多的业者 然后这么多的需求 其实不一定 我们都可以一一的满足 而且呢 现在大家对于这种检测 这种验证的要求 也是蛮高的 再来是呢 如果说数量真的不足的话 其实应该要去思考更多 有没有办法 更规模化的一个检测 或者集合的方式 在传统呢 如果说我们利用到比较多 像是人工的处理方式 那是不是能够用 自动化的方式来处理呢 那我觉得这些 就会是业者的一些 好的题目 那这些题目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创业的话 有需求 那就会有一些商机 如果有这些需求 一直是没办法被解决的话 那是不是 可能有一些资安的新创 就可以提出更多 更新的solution 来去因应这些需求 把它满足 再来是情资的分析 其实大家对于情资 这个题目是相当相当的注重 因为呢 其实我们面对攻击者 面对网军 其实是敌暗我民 我们的系统 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人 都是曝露在阳光之下 但是对方是谁 攻击者是谁 比如是网军 是嗨格组织 或是小屁孩 我们不知道 他们的技术 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战略 可能都是在暗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迎接他们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迎战他们呢 那这个就要靠一些资讯的交换 资讯的交换的方式 那当然最明显的 就是靠情资的平台 这平台呢 我们觉得 并不会是单一的业者 来提供单一的情资 而是由业者们 联合起来呢 互相的交换 那这个交换 可能也不仅限在业者 也可以包含到说 甲方 比如说 可能我们被攻击了 那我们把我们得到的情资 我们整理的情资呢 也分享给其他人 那以我自己的观念来看 其实这一个 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很重要 但实行其实是有点困难 那原因在 我觉得是资安的概念 跟资安的文化 我认为呢 现在有很多的业者 他们其实在分享情资这一块 是感到相当的害怕 因为这个分享 可能会代表说 我是不是被害了 所以我才有东西可以分享 但其实资安的观念 不应该这样子 我们应该是合作起来 帮我们彼此的知识跟能量 然后来让彼此变得更强大 再来是呢 持续运作的议题 相信最近看到这个 可能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的战争 其实大家得会注意到 到底这些战争 有没有在网路上开打 可能有 那我们有的看来到 有的看不到 那在台湾会不会被发生呢 那其实这个是有可能的 当发生的话 我们等到发生的时候 再来做处理 已经太晚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事前 先做一些规划呢 举例来说 像是电力跟电信通讯 各位可以想一下 如果说我们在 我们现在赖以为生的手机 我们的手机的网路 或者我们手机的这个 电信的通讯 如果它中断了 那对我们 不管说是我们的国防 对我们的民生 有多大的冲击 而这个却是在战时 有可能会发生的 我说的战时是在战争的期间 可能会发生 所以如果说 敌军想要去攻击 我们的这个电信的机力台 让它断电了 让它断讯了 那其实对于我们国家来说 是相当大的一个冲击 所以说是不是有机会 透过更多的方式 让电力可以永续 让电力可以持续运作 并且呢 让我们的通讯 除了传统的机力台之外 更多加一些 如低轨卫星等等的方式 来让各位对外的通讯 是可以持续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未来 很值得去关注的一个议题 那这也跟资安的任性 有相当大的相关 再来是呢 我相信资安的需求很多 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创造 推动更多资安的需求 那这个也是政府的一个期待 那这个 如何创造呢 其实我们希望是 如果可以联合需求方 跟资安业者 能够做一些媒合 甚至说政府 其实像经济部 他们有推动很多资安媒合的平台 跟计划 这个计划可以让大家可以 更快地去寻商 那我觉得这个是对产业是很有帮助的 那当然政府机关也会希望说 民间呢 能够协助政府 去推动资安的资安管理法 那因为我相信今天在座 我看了一下 依照我所认得的脸 应该业者比较多 那你们应该会觉得说 哇 那推动资安管理法 那我不是在 这个要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我不是在找一个东西 来让我自己更难做事吗 不是这样子的 那其实政府机关会希望说 其实法律应该不是 让各位变得更难做事 而是保护大家 那至于这个平衡该怎么拿捏 我一定没有答案 那我希望的是能够 民间跟政府更多的沟通 那这样子我觉得是 更好的一个做法 反过来看 民间对政府的期待 其实非常的多 那我觉得这绝对是好事情 那也因应到 像现在月底 数位发展部即将成立 大家其实对数位部的期待 超级多 那也觉得说 这是一个很正向的事情 所以说包含到以下的议题 第一个 希望呢 让民间能够识别 资安议题的严重性 比如说民间如果能够 政府如果能够透过 公协会的组织呢 来提升大家的资安意识的话 那其实可以让中华企业 或是各个公司资安主管 能够有更多的支援 那我觉得这跟我们刚刚谈谈的议题 其实是雷同 如果能够有更多的合作 联防资讯的交换 那才可以让大家变得更安全 那第二点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迷思 大家听到资安事件的时候 你们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像有一个网站 可能各自外泄了 或者是被害了 你们的第一个想法是 那个网站没做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有点 像是错误的认知是 当我今天回报了一个资安的事件 那大家是怕罚他的 是处罚他的 是说他做不好 那这个观念 如果升职在大家心中的话 就变成如果今天发生资安事件 我宁愿不讲 那不讲的话 情之更不可能交换 更不可能有人知道说 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就更不可能进步 因此呢 我们应该是来去看说 如何加强这个 加强任性 如何去让资安的预算 跟资源的规划 更有效地被运用 所以说像是有一些老板 他们如果思维是比较 传统一点的话 他们会认为说 我今天编列了资安的预算 好 我编了 你今天说要五千万 你要一亿 我编了 编了之后呢 那以后不能出现资安的事件 我相信在座已经有人是点头了 因为这个事情真的在各个单位 都有可能发生 资安的预算编下去之后 不代表不能有资安事件发生 那也不代表说资安事件应该变得更多 没有这样的事情 那这个就好像说各位 如何要让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 你今天买药买这个买衣服来穿 不会立刻的让你变健康 让你变得更安全 而是需要靠一段时间 持续的调整体质 持续的了解 我自身有哪些缺陷 有哪些不足 那这样子才可以变得更强 所以我们认为身体健康 跟我们的资安其实是很雷同的 再来是计划 很多时候大家对于计划 会希望说 这个我每年都有好多事要做 因为资安的议题很多 然后大家也觉得说 哇 资安又有资安事件 又有骇客勒索软体太多了 那我一年有好多事要做 但是与其这个样子 不如去反过来 我们一年 有没有最优先的几件事情 把它做好 可能挑个一到两件 或者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资安策略 了解说我每一年 每个阶段该做哪些事情 那这样才不会迷失在 这个一堆事情当中 再来是资安的能量 其实像现在很多单位 尤其是政府机关会蛮依赖 比如说检测跟机核 而这个量能是否足够 而且检测员 机核员是否足够呢 我相信如果说在座有一些 是关键基础设施的伙伴 或是政府机关 可能每一年都会遇到 像是行政院技术中心的一些机核 我相信他们在找机核员的时候 是超难找 而且训练成功之后 可能也会被业界挖走 所以说这类型人员的培训 也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 而且机核的报告本身 有没有经过一些品质的机核呢 那这个我觉得也是民间业者 对于政府的一些更多的期待 再往下呢 就是资安的产业环境 资安产业的话 其实我们会希望说 编列的预算呢 我们可以更积极的编列 然后更弹性的运用 在过往可能在编列预算的时候 很多单位会想说 我编列买硬体 那因为硬体它可以算是一个资产 那软体好像就不是 服务更不用说了 那这样的编列方式 其实会让资安很难推动 毕竟全世界的趋势 其实是资安的服务 应该要大于资安的软硬体 那这个我觉得台湾 可能还要再往前走 更往前一点 然后资安的预算 不应该是计划预算的一部分 然后再希望说 更鼓励创新跟实业 让中华企业跟新创更会成功 我们自己是创业公司 我们自己其实看到说 台湾的新创 我觉得还不够多 各位如果可以去 有去ITM的这个资安大会 或者说有来我们 Higan我们的摊位来看的话 会发现资安厂商 像这个台湾资安馆好了 资安厂商好像有很多 但纯本土的好像偏少 更不用说它是自主研发的 其实是超级少 那我也问了一些我的学生 他们想创业 但可能又很害怕 觉得说好像我没有钱 然后我没有 我没有这个市场 我没有人脉 这样好像就不能创业 但我觉得正因为资安很重要 需求很多 更应该要勇敢地创业 那这是我希望可以努力去鼓励大家的 然后再来就是资安的 不管是各种限制跟法律 它不应该是让大家更封闭 而是要更开放的 例如说法令 它是不是有机会 在保护大家之余呢 让大家有更多的弹性 去做资安的规划 那这个会是业者的一个提醒 情资的分享跟通报 我们刚刚已经不断地提到说 如果说能够共享资讯 能够让业者 甚至说连甲方 整个政府机关 大家的情资可以流通的话 那是有助于整个产业资安的发展 那也可以让防御事半空倍 那这些议题呢 其实也围绕在 我们其实非常非常的期望 关键基础设施呢 它的资安任性可以提升 因为呢 这个提升呢 其实包含到说 民间跟政府的一个合作 然后如何去提升资安的意识 然后如何去建立生态链 更多的交流 然后让双方的认知落差 缩得更小 那这样才有机会 把资安更强热的 这个防御机制再建立起来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第一个问题的一个小节 那相信大家也看到说 其实大家的这个 很多的不同的看法 但共同都希望说 韧性可以再更加强 第二个问题 我们所探讨的是呢 到底现在各个单位 或者说各单位的客户 面临到最迫切需要解决的 资安问题 资安的挑战是什么 那我们解决的策略 跟我们的机制呢 是哪些呢 那可不可以来做一些分享 那我们也简单地分成几大类 我们分成策略面 管理面 技术面 那当然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在我们这么多 这个该我们本桌的专家中 提出来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化 那桌 桌上本人我呢 要把它整理起来也相当困难 所以说各位可以看一个概念 首先呢 我们认为说 资安长或企业呢 其实应该有一些自己的 读到了一个观点 到底哪些资安的策略 资安的威胁 是我们所专属的 是不管是我们的 这个我们公司 我们企业 或者是我们的产业 因为每个产业所面临的问题 可能是不一样的 那哪些是可解 可控制的 哪一些可能是无解的 那既然无解 我们是应该是 认知到风险之后呢 然后我们能够用 其他方式来 来做一个环解 因此我在这边 要提醒一个概念 当不知道资安怎么做的时候 可以参考一些国际的框架 或者说是一些标准 举例来说 NIST的这个 Cyber Security Framework 它其实有把资安的这个 要做的事情 有分成五个阶段 其实我要先识别风险 那我要去做 预防 侦测 应变跟回应 那这些其实就是一个阶段 那如果说大家觉得 我的资安是要完全 百分之百预防 让它不发生 我觉得这真的太难了 全世界没有一家公司 它敢说 我百分之百不会被入侵 更不用说 现在很多大公司Google 苹果等等 他们其实过往 都有发生过资安事件 那资安事件真的就这么严重吗 其实重点是看 资安事件发生了当下 跟发生完之后 我们是如何去应变它 这个才是重点 再来是我们会常常缺乏策略 例如说我们不知道 资安要从何做起 什么阶段开始做 要做什么 怎么做 这些都会是大灾问 那这个大灾问 我们就可以多多利用一些框架 或是别人的成功经验 别人的best practice 去来参考 把它变成我们单位 合适的一个做法 在资安的人才资源不足 那我觉得这我们等一下 后面会提到 那不过有一个重点是 先决条件 我们要先了解 现况跟我们理想的一个不同 到底我们现在做得好 好跟不好 那我们理想的那个状态 是好或不好 这个落差我们该怎么样去补足 那有了这个中间 要做的事情之后 再来去升能力的规划 这样比较正确 所以比较错误的做法 就会是呢 我们公司我们单位 有这个 有十个资安的原额 那我们现在开始想 该做什么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 就有点反过来了 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反而会是 比较难实践的 在全责的问题 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一座 谈到一个很有趣 但是还没有这个 还需要再去 这个多多讨论的 就是到底资安长 跟资讯长 他的职责 他的区分 他该怎么合作 才不会造成两个部门的对立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想 很多单位都会有的一个大问题 以及资安长跟资讯长 他是否该坚韧 他能坚韧或不能坚韧 那有没有阶段性的做法 那这我觉得是 大家各自不同的议题 那我想还有一些 各个企业 面临到了一个大的挑战 相信大家都听过 这个三个要素 就是people process 跟technology 这三个其实是 让这个企业能够 持续去进步 持续去运作的 但现在很多时候 企业就是 我又缺人 我又没有流程 我的技术又不够 那我资安当然是 很难做好 所以这个大家要记得 要有策略 然后有相对的技术 那我们有资安的人才 来去把资安 做相关的推动 管理面 我们刚刚也有提到 其实现在 我们现况的认知 跟我们理想的认知 这些是有一个 很大的落差 这落差该怎么补足 绝对不会是靠想象 而是可以去靠 比如说协助导入一些 资安的制度 资安的机制 这个机制 就可以让各位 是有阶段性的去达成 那这个有阶段之后 就是各位可以去 跟主管报告说 我们每一年 资安该怎么做 那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 那我们就可以 照优先顺序排定 然后去有相关的预算 来去做安排 所以说我们要了解 哪些是我们最该做的 该做还没做好的 以及我们接下来 该做的事情 这就是每一个阶段 要去做的 第二点 是大家提到 管理面很困难的 就是无法建立有效的 资安防护评估制度 所以没办法去制定 跟落实 跟修正资安的策略 有一个大灾问 是资安的主管 跟老板 最害怕被问的 就是 你们公司的资安 做得怎么样 这真的很难问 甚至说 有些时候是 公司的董事会 会问资安长 请问一下 这个 请问一下资安长 我们公司资安 现在做到什么阶段 做得好不好 那比较没有经验的资安长 他可能会想说 那我就把 我资安做了哪些事情 全部列出来 但是董事会一定看不懂 他也想要知道的是 那你这些东西 真的有效吗 那这个太难了 有的时候可能会是靠 有没有发生资安事件 或者说 当发生资安事件之后 到底公司有没有被影响 做了什么事情 那有些时候 如果想要再更往前一步 那我可以透过一些 演练的方式 或透过一些 激合的方式 来确认 我们内部的流程跟机制 是有在运作的 那当然 激合的制度 可能是有改善的空间 例如说 激合的方式 激合的频率 涵盖率 结果是否有追踪 那我们刚刚前面 第一个问题 其实有提到 是不是可以对 激合的结果 跟激合的报告 再做激合 再做品质的调整呢 那我觉得这是 后续可以再加强的 一个方向 当然呢 我认为 面对激合的态度 其实就跟面对 资安的态度一样 如果我们今天觉得 面对激合的时候 就是激合要查什么 我再赶快补什么 那这样的话 其实如果资安也这样做 那就会变得是 有一点点 比较应急 比较没有长期的 一个规划 技术面 我觉得大家最想知道的是 新形态的攻击方式 到底该怎么样去做应对 那我这边 我们的建议是呢 其实要思考 并不会是 哪一个新技术来了 那我去针对 那个新技术 来去做阻挡 这我觉得太辛苦 太累了 而是呢 如何去阻断攻击链 例如说 我们盘点一下 现有的防御机制 有哪些 包含到说 我们的机制 我们的流程 然后呢 我们用了哪些技术 这盘点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可能还欠缺了什么 那我相信 各位如果要参考一些 资安的制度 或是标准的话 我们刚刚说的NIST CSF Cyber Security Framework 可以去看一下 或者是说 CDM Cyber Defense Matrix 这两个东西呢 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 它可以把一个资安的 各个措施技术 化成一个地图 各位就可以看到说 哪一些东西 可能是欠缺的 因为它这个地图上是空的 那哪一些可能已经是 重复投入了 那是不是就可以做资源 跟预算的一个调动 然后我们刚刚有提到了 我们刚刚的 People Process Technology 那这些呢 是不是有机会用一些 大家现在比较热门 比较注重的一些解决方案 举例来说身份认证的防御机制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账号 密码等等的议题 已经是现在每个人 切身相关 不单是业者 不单是企业 甚至到民众 都是这样子 那现在有一些比较 我们已经不能算是新技术了 例如说多因子认证 MFA 或者是说呢 无密码认证 那这些机制是有效 去防御各位的账号 不会被窃取 那也是企业应该要多 多率先去导入的 那也包含到说 很多大家所重视的 零性认架构 这大家都很常听到 还有漏洞管理的机制 端点的可视力跟防御力 例如说通过EDR 或是MDR的Solution 来去做到 资安的意识训练 基础训练 跟资安事件的应变流程 这些都是人员的训练 应该是技术方面 需要去再多做补强的 那这就是技术方面的 一些大家的观点 那接下来就是 我们第三个问题 就是资安长 或是中高阶资安人产的养成 其实需要很长时间 很长期的一个培育的策略 这个培育该怎么做 或者用怎样的一个框架 相信各位可能有会看到 一些新闻报道 有一个资安卓越中心CCOE 他们的课程的规划 其实是采用像是 Nice Framework 那这个 Framework 是不是有效地去帮助 大家把资安的课程 做一个分类 知道说我的职能 我的职位 需要上哪些课 需要学哪些技能 那这应该是有帮助的 那我们在这边 我们快速地从组织 跟人才的角度来去看 包含到说组织的角度 政府在推动资安的时候 应该可以增加更多跨部会 然后甚至说 中央跟地方的一个交流 其实每个单位 每个部会 他们所面临到的问题 都不太一样 多交流 其实是可以有助于 大家一起做联防 那并且呢 产业的各个领头羊 可以透过我们刚刚说的 工协会 来去建立一个 资安长的交流机制 甚至资安主管 的这个交流机制 因为呢 每个企业 他们的CIA 就是这个 面对资安的 机密性可用性 等等的 那这些呢 可能都不太一样 那这个交流 可以让各位 有效地去修正 自我的做法 那当然我们刚刚说了 政府的交流 跨部会的交流 民间企业产业的交流 这完了之后呢 政府跟企业 也可以再多交流 那因为呢 我们认为 由下额上会更务实 那我们民间呢 可以去反映说 我们的企业 我们企业看到了一些问题 然后呢 他们该怎么做 那就可以让政府 得一些策略 来去更接地气 人才培育 那我们认为呢 有我们可以用 比较人资圈的一个方式来看 选用预留 所以选呢 我们的领选方式 应该是可以做一些调整 在过去 如果是因为一些 这个招募的机制 它可能是比较死的 那我相信各位看到新闻 可能会讲说 以前这个国家 在招募资安人才的时候 像是这个 比较敏感的单位 他们可能竟然还要考体能 等等的 那这个 在那个时候造成一波 这个舆论会觉得说 这个好像 不太 不太是资安 资安圈需要的能力嘛 所以现在应该是要 再更重重在资安能力的需求 所以是否有 有机会 不管是公部门 或是私部门 能够把这个选人的方式 做更贴近资安人才的调整呢 这我觉得是一个需要的 在用人的时候呢 用人单位是否 能够明确的去制定 某一个职位 他的职能是什么 把人放对位置 那而且人员的调动 其实也是可以再做更弹性的 这样才可以在人员呢 在组织内部 可以去做一个轮调 更熟悉整个组织内部 各个部会 各个部门 他们的资安的问题 教育的部分 那我们刚刚说的交流 那这个交流的机制 透过GISAC FISAC的一些情资分享 也可以有助于 资安的学习 那还有一点要提醒的是呢 大家听到资安长 或资安主管的训练 都会觉得说 那考证照最快 那我们这边的建议是呢 证照其实它并不是万灵单 尤其是呢 证照课程不能够错置 举例来说好了 资安长 他应该是要去知道说 我整个企业的风险 他应该是最高层级的 那有的单位会觉得说 资安长好像全部都要会 真的太辛苦了 我们要帮资安长说说话 真的太辛苦了 或者是说 希望资安长去考CISSP 像这样的证照 当然如果资安长 有余力 有能力 有时间去多做这样的学习 可能OK 但毕竟像这类型的证照 太细了 那其实如果是资安的 中阶高阶主管去考的话 可能会更合适 资安长应该有 他自己的职能发展 这我觉得是有待 再跟各位一起建立起来的 留人的问题 那我觉得以资安长 首当其冲 我觉得是最困难的 因为各位在过去 会看到一些 这个报道中有讲到 资安长的平均任期 其实只有两年 他过了两年 他第一年可能都还在熟悉 就是我们单位 有什么资安的问题策略等等 熟悉完之后 第二年这苦战 那苦战之后就 我太累了 或是我压力太大 我做不下去 这个原因是什么 像各位可以想一下 资安长他的职业该怎么做 资安长的绩效该怎么定 怎么样才叫资安长有做好 怎么样才叫没有做好 或者是说 如果资安长 他只有扛责任跟负担的话 那他做得开心吗 他能够好好发挥吗 我认为资安长应该做更前瞻的规划 比如说我们组织的资安成熟度 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是 我们可以更前瞻 比别人领先的 我们比骇客更先一步 做一些新的事情 有这样的发挥跟舞台的话 我认为资安长的热情才可以永续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选用预留的方式来看 那时间的关系 我们简单的分享 大概就是这三个题目的各个面向 我相信各位会觉得说 哇 谈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样化 而且答案也非常非常的多 但这就是我们刚刚中午 大概短短一个半小时谈的议题们 那我帮各位收点几个要点 那这个就是我们认为 各位可以去带走的takeaways 第一点我们认为 提升资安的韧性是 大家都认同的事情 那我认为呢 政府跟民间可以缩短彼此的认知落差 并且提升全民的资安意识 那这样才可以推动各种合作 各种资讯的分享 那也可以去提升关键基督设施 他们的资安任性 让全民都可以变得更安全 再来是呢 我们希望说政府跟民间呢 可以透过法规跟资安事件的分享 来去推动 然后呢 也可以去增加资安的意识 那也可以让资安的需求投资 能够 这个环境可以变得更好 那才会有更多的资安的公司 能够满足更多的需求 人才的部分 我们刚刚有从策略面 管理面 技术面 再加上法针 以这为核心 那希望可以培育出更多更多 工房兼备的一个资安专才 资安的人员 以及更多的知识 更多的机制的优化 那我们认为呢 产观学研的合作 其实是可以去 可以去多实践的 我们可以让政府呢 跟民间可以多创造一些场域 来去实验资安的机制 然后可以做持续的优化 当然我觉得 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 我认为最有价值的是呢 我们利用Hecon这样的一个平台 利用短短中午的这个时间呢 让产观学研进行了一场对话 那我们在会后期有访问 有大概跟各个专家学者们聊天 聊一下今天的这个心得 他们其实都共同觉得说 平常大家其实 各自的单位 事情都很多 其实都很忙 那透过Hecon的机会 竟然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好好的吃一顿饭 好好的去分享 我们觉得的问题跟结议法 其实这个的收获其实超级多 虽然不一定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跟SOP 跟各位可以带走的一些知识 但是呢 不断的对话 那我们才可以持续的进步 那以上就是 这一场我们的一个分享 那感谢各位 我们后面还有两场 另外两桌圆桌的分享 那我们请各位 也是掌声欢迎 后面的场次 谢谢各位 在这个设定的同时 那我也想了解一下 大家对于我们 刚刚的分享 有没有什么问题 加码QA时间好不好 通常这样问都很难有 因为我们都没有安排安装 其实我们在刚刚的聊天中 其实我们大家还蛮期待一些新的想法 尤其是说我们 我们其实很多问题会想要知道 往后数位部 他们在治安这边会想要怎么做 那当然我觉得数位部 他们的想法其实是说 他们希望是能够帮助这个产业 那他们并不是说 想要去有更多的要求 而是怎么样可以去做更进步 做资安不代表说会是 一定要让大家踩刹车 他们希望是可以帮大家踩油门 那当然我们这是相当期待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来QA咯 有没有什么问题 嘿 嘿 太好了 我的问题是 因为刚刚总统有讲到 那个创业的部分 那因为目前的创业 的话蛮多多是讲求艺人公司 就是小间的公司 对 那你觉得这个产业的话 会是以艺人公司比较好 还是大企业 可能白人以上的公司规模 会比较适合 好 谢谢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有趣 我觉得创业这件事情 当然我的身份可以跳回 我也是 本身我们公司也是一个创业公司 虽然已经十年了 我觉得公司的规模 是取决在我们整个创业的团队 他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当然如果说想要做的事情很大 那例如说我想要做一个国际化的产品好了 他已经需要有更大的团队去做 不管是开发也好 甚至说我们的专案的管理 然后我们的客户服务 他的规模一定是要很大的 那才可以因应到说这么多的需求 那如果说是像有些我认识的朋友 他们开公司是这种个人的工作室 像是他可能做顾问的 或者做讲师的 这其实也算是创业者 他其实也可以做得很好 像我曾经有认识一位专职讲师 他只讲课而已 但他也是可以过得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各种创业的类型跟各种需求 来决定我的公司的规模该要有多大 并不会说我一定是要一人或是百人的一个公司 但我觉得需求跟题目的选择 这个就要看市场的机会了 后面我们是不是可以请Terence 来做你们那一座的分享呢 好 那么请各位掌声欢迎Terence 太谢谢大家 在那个创办人什么理事长后面讲都是很困难的 因为他随手拈来就可以讲很久很流畅 然后他说这个吃饭的时候 重点不是内容嘛 重点是大家好好吃个饭 然后share一下 我想说我都在一直做笔记 他怎么就有闲情意志可以好好吃个饭 所以随便讲 而且还能够连续讲半个小时 那我想我的分享跟他不太一样 我在的是智慧制造桌 所以并不是一个general的security的议题 而是偏向于制造业 或甚至是产线 以及关键基础设施的质安 这一桌 我们最主要的Thin的主题 叫做务实有效的OT SOC 那原先我接到这个mission的时候 本来以为它是要跟媒体介绍 这个我们圆桌的结论 所以我就做了很多基础简单的介绍 包含从什么是OT 什么是SOC介绍起 不过既然都来了 大家就听一下 那question有三个 就是OT的SOC 就是资安监控的这个中心 它应该单独的存在 或是说它应该跟IT SOC合并呢 就是你是一个制造业 你有产线 产线上假设你收了很多log 到你的SOC做分析 那这个应该是要跟IT合在一起 还是分开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OT的SOC跟今天的IT SOC 因为IT SOC已经做十几二十年了吧 至少 那已经发展很久了 那假设你未来要有个OT SOC 跟今天的IT SOC会有什么不同 或你想它新增什么样的能力呢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你打算自己做 还是要外包 那当然这完全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但我们希望与会来了很多的资安长 依据他们公司的状况 我们就能收集到更多不同的频谱上面的回应 那这样大家可以拿来做参考 所以问题就是这三个 那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我在上个月跟那个Garner的分析师有了一个meeting 然后他跟我讲了一个趋势 叫做这个CISO CISO 现在有些地方都要改名叫CSO了 那什么是CISO 大家知道是Chief Information Security Officer 资安长 政府也规定了说 现在大企业都要资安长 那这个资安长其实是IT的资安 它叫Information Security Officer 但有些地方它现在已经不是只做IT了 它要连OT都一起看 甚至连Safety 就是安全都要一起看 所以那干脆改名叫Chief Security Officer 这是安全长 那所以大家知道资安长面临的问题 就是等于可能不是只是这个 骇客从外面进来入侵 从email或是打到Cloud Data Center 而是整体产线上的资安 甚至包含是产线上的安全 人员的安全 可能都在它Cover的范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讨论OTSOC 那你想说OT OT有什么特别的困难吗 为什么也要做治安 我这边就是举个例子 这是最近的 那这也是一个蛮乌龙的例子 就是有个骇客团体 叫做Club 它是CL0P 这CL0P的Ransomware 它就公布了 说我成功地骇进了一个 叫Thames Water的水厂 Thames Water 大概大家没听过 泰晤士河有没有听过 泰晤士河听过的人就比较多 泰晤士河就是泰晤士水厂 它就在伦敦周遭 然后它供应水 供应了1500万人的用水 它包含废水 那它骇客团体说 我们成功地入侵了 这个Thames Water 那那个什么 新闻媒体知道了 还要在报纸上 写个headline 写个头条 说大家要小心用水 因为水里面 可能已经被骇客 改变了一些化学物质 那这一句毒水 那你可能小心 不要饮用这几天 洗澡可能还行之类的 那后来就发现 这是一个误会 就是这个骇客打的是 另外一个水厂 根据它公布的资料 其实它公布的是 另外一个水厂 而不是Thames Water 那危害可能小一点 从一个供应 1500万人的一个水厂 变成一个 160万人的水厂 但还是一样 大家想 当OT遇到自然灾害 它产生的可能 就不是只是资料被偷 因为传统 如果回到十年前 我都做子弹很久了 二十几年 一开始子弹遇到危害 就是DDoS 那后来呢 就资料外泄 撑了好久 直到这个几年前 骇客突然转变 他的盈利模式 变成以勒赎为主 就是感谢这个数位货币 所以骇客现在都是勒索 但是如果是像这样 一个水厂 一个废水厂 它被入侵 可能造成的就是环境 或是人命的伤害 那OT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为什么以前就不觉得 它会遇到困难 现在会 我们叫它 IT OT的聚合 IT OT的聚合 对我们来说 不是只是把IT网络 跟OT网络接在一起 最主要是OT现在开始用了很多IT的技术 大家想 以前我们想产线 你就会想说 这是机械性的东西 一个东西压压压压 钻或锁之类的 我上个月去德国 在 mosudgal 在Mercedes-benz的最新的工厂 上网YouTube可以看到 叫做Factory 56 工厂56 Mercedes-Benz的56工厂 它是生产他们的S-Class 以及EQS 就是高级车的地方 我们在那边看到 大概有400台的AGV 就是地上的车 那个AGV会干嘛呢 就是运一些零件 车子的零件 门啊 保险杆之类的 然后零件遇到定位了之后 就是机器手臂 就把车体组装起来 零件装上去 那就装成车子了 那车厂的员工做什么事情 车厂的员工做的事情 其实是QC 他就是检查一下 这个手臂有没有把它装好 那他怎么检查 其实还是靠Image 有一个摄像头 有个Video Camera 不停地在拍摄 他会认为装好 应该长什么样子 所以他就可以找出 异常的装配 那人只要去处理 异常的装配就好了 所以你会压抑一个非常大的 就像我们这整个南港 防灵馆 二馆 平面大小的工厂 里面的员工需要的是非常少 都是计时位 大部分都是机器做掉 所以当OT在生产的过程 使用了这么多IT的技术 包含了自动的运算 包含了Camera 包含了Virtualization Edge Computing 其实生产产现的环境 跟IT也相距不远 那也就是说 一样的资安威胁 假设对IT有效果 对OT也会有效果 这就是为什么 最近OT资安 会变得引起大家的讨论 就是因为数位转型 而因为工业4.0 但环境上毕竟不一样 当我们讲起SOC的时候 在IT的环境 大家想到SOC要做什么 收资料 要分析 从哪里收资料 从防火墙 可能从防毒软体 可能从甚至是网络交换机 搜取很多的资料 Email搜取很多的资料 然后做分析 但是你沿路往下看 越偏向OT 你有的东西是什么 是生产设备 手臂 SCADA 在这里 你觉得 OT的SOC如果存在 它需要收什么资料 我也没有答案了 可是我跟你讲 其实在每一个SOC 假设存在这个SOC 它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最常见的答案是 没有 我们没有OTSOC 今天OTSOC是奢侈设备 就是只有很有钱的设备 公工厂才能够配备得起 就算有OTSOC 大部分他们也是收一些 传统的IT资料 只有在很先进的 就是资安预算很够的地方 它的OTSOC 可能有一些 针对OT的设备 产生的log 有做特别的分析 但接下来我们会讲到 就算是只有传统的防火墙 跟防毒软体 它的这个SOC 是不是还有它的价值 所以提到 为什么需要SOC 这个叫做NIST的 Cyber Security Framework 刚才这个 Alan也提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 很好地 illustrate了 整个Cyber Security的进展 一开始你做Cyber Security 首先得先知道自己的风险 威胁 Quanturus在哪 也就是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自己的运营会受到重大的打击 那个就是你要保护的 你要先identify risk跟threat 接下来你要protect 你是保护它 保护了之后 大概回到2010年的时候 大家开始相信 protection是没有办法做到100%的 protection就是保护 本身一定是不完美的 就是说 你有防毒软体了 你有防火墙了 还是会被入侵 那既然你死定了 百分之百会被入侵 你就束手待毙吗 但也不是 你如果能够在 被入侵后的第二周 第一周 找到这件事 总比你是半年 一年找到才好 对不对 就是说 如果你是半年之后 才找到这个入侵 那你可能 不是只是 这是普通员工了 可能连CEO CFO的credential都被偷走了 所以你想尽早找到它 这个时候就有了这个需求 叫做detect response and recover 好 那你说侦测 侦测就是针对一堆 蛛丝马基马 从海量的事件里面 捞出一些蛛丝马基 而且来证明说 你已经被入侵了 那侦测谁来做 对 我问资安长 资安长说 我们人员不够 对 很多资安 team在台湾 配备的人 可能是十个人 二十个人 甚至更少 大家面临的event 可能有多少个 对 很多 很多大的公司 可能一天会看到 几万个防火墙event 那你要怎么处理 你会想说 这很简单 我就把优先级别排下来 priority高的先处理 可是其实 真正入侵进来的hacker 永远不会触发 priority很高的event 他就是看准了 你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他永远只是 在priority很低的事件上 游走灰色边缘 所以你会看 典型的sock 就是说 router IDS 防毒 把东西丢上来的之后 你要先经过 data normalization 你要把数据一般化 最好还不是人看 最好还要用AI 电脑来帮你判读 最后才能够提醒你 真正有效果的资料 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需要sock 但我们需要OTsock吗 我要想分享一个 这个写淋淋的故事给大家 就是我们有个客人 在美国 他有二十几个工厂 那他就发生了 他的产线被入侵 就是他的OT被入侵 那你想 OT被入侵 其实代表什么 代表IT的保护 已经失去作用了 假设一个hacker 他要进到OT 就是进到生产线的场域 通常就是从外网 进到IT 从IT再跑进OT的 假如IT的防火墙 IT的防毒软体 在第一时间就侦测 而且就告警 其实他就不会到 后面的OT来了 OK 但是unfortunately 他就是没有告警 所以OT被入侵了 但是还好 还好他的IT 有所谓的XDR的方案 所以他的SOC team 就是他的SOC 最后还是能告诉他说 我发现你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了 你们工厂可能已经被入侵了 可是他没有OT SOC 所以他从IT的SOC 靠detection and response的技术 最后发现了有异常 但是OT对他来讲 就是个大的黑盒子 所以他怎么做 他有27个场 他就把27个场的网络都断掉 这就让我想到 这个红机入侵事件 执行长下令断网 断网之后干嘛呢 清查 就清查OT的这些机台设备 有没有已经被入侵的东西在里面 那花了多久 花了十天 所以他们从 对 从发现的那一天 到能开工 它整整块两周 如果这是一个 三百亿的工厂 停工两周 那它可能产生多大的损失 这就是说 当我们在OT看到的威胁 它可能跟IT 输无二致的时候 只有IT有SOC 有这个visibility OT却没有 那你可能就miss 一些很主流的攻击 所以我们认为 在OT架设SOC 就算它也只有IT的能力 我觉得还是能够发挥作用的 所以大家就 针对这个问题 针对SOC的问题 做了一番的讨论 所以我得要先介绍 这里面就包含了 国安局的资委 李汉民老师 然后工业局局长 李振华局长 还有鸿海研究院的 李维斌军长 还包含台达电 斯丁斯科技 和勤 广达 新兴 华硕 以及日月光的资安长 还有包含这个国科会的处长 那我呢就是秘书一号 我们还有兄 是秘书二号 就把大家的这个讨论集合起来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 OTSOC应该单独存在 或跟ITSOC合并 在十个意见里面 有六个人说应该合并 他是这么说的 这个每个公司的OT 它的数位化程度不一样 资安导陆的程度 可能也有差别 如果要有合并 就是假设你真的有OTSOC 你可以先分开 但最后呢 就把它合并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合并有它数位化的 好的效益 包含它效能跟生产力的提升 以及成本的降低 因为最后 你需要同一组人去看 ITSOC跟OTSOC的数据 即做出判读 所以你不需要 两组分开的人 更重要的是什么 是要能提升它的安全性 就像我刚刚才说 假设一个hacker 潜进一个高科技制造业 当他部署这些resoware 这个勒索软体的时候 他其实没有在分 这个是电脑 这个是机台 对他来讲 只要是Windows 只要是Microsoft 它能部署的 它就全部锁起来 那你不能说 我只保护左半边 对不对 因为in the end 所谓的制造业 是靠制造机台 在提升它的 营业利润的 而不是靠办公室的电脑 但是你的 你的资安保护的 却是办公室的电脑 这件事情 就是等于倒过来了 当然政府说了 不管你们怎么做 加强资安防护 可以享有营业税务 抵减的鼓励 政府永远在旁边 给我们最坚实的后盾 也有资安长说 他觉得没有 他觉得对他们公司来讲 这个OT是太不一样了 双方 OTSOC跟ITSOC 可以共享情资 跟共享合作应变的机制 但是因为场域 跟环境的不同 他就要独立 要分工 但同时他也承认 这个沟通成本 超级巨大 因为你在ITSOC 看到任何事 得跑去跟OTSOC讲 OTSOC看到什么事 跑去跟IT讲 而且没人能做主 所以这个沟通成本 其实就相对的庞大 第三种人 我们不是说他骑墙派 他就说 话不能讲 零或一不是binary 他说是不是合并或分开 要看OT场域的特性而定 比如说 这个是交通 OT也不是只产线而已 这是交通 交通的耗制 它就有所谓 不可中断的特性 所以当你的ITSOC 有一定的policy的时候 这可能就不能apply到OT去 因为它不可中断 所以这个可能是 另外一种考量 那也有人说 你这个可以分开规划 ITSOC和OTSOC可以分开规划 但是最后判读的 以及监管权责的 必须同一种人 对 不过大家都同意 重点是联防 因为同样一支毒 同样一个风险 同样一组黑客 他不管从哪进来 可能最后的目标 都是整个厂区 所以所谓IT跟OTSOC 最大的目的 还是要能够给 整个企业有最大的coverage 好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OTSOC 应该跟今天ITSOC 有什么样的不同 或新增什么样的能力呢 那不同之处是这样 大家知道在IT 所谓的网络的协定 很多的就是database database oracle 你可以说很多人用Salesforce Office 365 Office 365 这是在IT非常常用的协定 但在OT不是 OT你看到更多的可能是 这是西门子的协定 这是Rockwell的协定 这是施奈德的协定 对不对 所以他讲的语言就不一样 那在IT 你可能concern的是什么 是我们这cloud service 是不是活着啦 这个datacenter service 是不是活着 但在OT 你concern的是 生产设备的状态 是不是改变了 大家回去想 阵亡事件 SoxNet 2010年 它是怎么了 它是伊朗的核能的离心机 被controller 是西门子的被入侵 改变了这个离心机 转变的角度 为什么 它让它早点坏掉 它计算说 如果这样搞它 两个季度多 大概七八个月 它就会坏掉 那这个东西是病毒吗 它不是个病毒 基本上它只是一个设定而已 但它这个威胁 OT的威胁 就已经不是只是 单纯的病毒或网络攻击了 只要你的设备状态改变 可能都是一种攻击 再来就是说 对于大家的priority 也不一样 在IT 大家记得CIA吗 Confidentiality Integrity 跟Availability 机密性永远是最重要的 但是在OT呢 OT不是 OT是可用性才是最重要的 以我们公司来讲 偶尔去帮客户做一些事件处理 你看它满场都有蠕虫在跑 Worm跑来跑去的 但如果你跟它说 要把这个Worm给解除掉 必须要安装个什么 而且Reboot 客人就说 不行不行不行 那让那个虫继续再活半年好了 我们这机台半年都不可以Reboot 所以事件的处理的priority 对产线 还有对这个机房来讲 可能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OTSOC需要什么能力呢 就前辈说 我们要AI 我还想说 哇 什么都可以AI 这跟IT一样 就是说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event 那透过AI 你可以真正挑出 真的sensitive 而且真的对你有意义的event 但在OT 因为它是很碎片化的 它是很碎片化 所以说每个场域 可能都有它很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你需要的是什么 local的AI 假设你在local有个intelligence 可以把这个场里面的运营 透过AI做过一个学习 那你就能够学习出什么是正常 从进而 从正常中就能够define出异常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一样应该建立零信任访问 以防止为力的存取 对不对 但OT的存取 跟IT的存取可能又不太一样 IT 大家知道 很多时候知道去cloud的service 那employee可能也在哪里呢 可以在家里 可以VPN回公司 可以在家里 可以log on office 365 对不对 但在OT 而且不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它是固定的机台 就摆在场里面 那你要怎么让一个 远端的工程师 可以access场里面的机台呢 那这样安全就要设计了 对不对 你总不能每次都去防火墙打个洞 然后设一个port forwarding 让它进来 那它要是能进来 骇客也可以进来 那有些人就说 好啊 那我就把那个PC anywhere VNC 架一架 反正远端desktop可以连进来 然后密码就会设 admin123 again 它可以进来 骇客也可以进来 对不对 有太多工厂遭害 都是经过这种 不当的access control 所以零信任的残错是非常重要的 再来就是说 OT的资产及活动的可视性 到底有哪些资产 哪些asset 对你的运营特别重要 那他们过去都做些什么事情 什么行为 跟谁讲话 讲什么话 假设你对这边有了一定的学习 那未来 他讲脏话的时候 你就能够很快地看出来 那最后一个是什么 主动应变的能力 对不对 在IT 你有什么应变能力 对 断网 backup 但在OT 它可能involve了更多实体的事情 大家知道那个driller 钻地的东西 它是一面钻 要一面把水洗走的 因为地有地下水 所以一个钻油平台 再往下钻钻钻钻钻 钻到那边被害了 停住了 水就淹上来 那这个时候 就不是只是 钻钻钻钻線 可能还有人命的问题 那你的应变计划 会是什么 可能很不一样 right 第三 这个OTSOC需要的能力 可能还包含了 不能够因为做资安 而导致生产中断 或产生很多的interruption 那所以就有先进建议 像OT本身有一些特殊协议 比如这里列的叫TSN 就是Time Sensitive Network Time Sensitive Network 就是一个会控制端点到端点之间 它每一个网络风暴只能跑多快 就是说延迟只能有多小 能确保它在一定时间内就会到达的协议 如果资安可以combine这样的协议 或许它的OT就会更robust 但这都牵涉到IT跟OT team之间很多的沟通 不过从这几点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OT的因为环境很特殊 所以当你架设一个OT SOC 跟你需要的能力跟它面临的限制 跟IT都有很大的不同 最后一个问题 你可以用自身的资源来做出OT SOC 或是希望外包或是分工 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本来就假设这答案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depends on你的公司的security maturity level 你有多少人力 你有多成熟 结果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但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同意 说OT SOC监控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假设你可以有效地发现出异常 而且你的应变处理定义得好 你才能够强化你制造场域的资讯安全管理 才能确保企业的持续运营 所以自见或委外并没有一定的好坏 但他们都是强调责任的区分 大家都还上班的 R&R很重要 这件事到底算你的还是算我的 这个要先讲清楚 就是自见的地方做什么 委外的地方做什么 level 1 level 2 谁看 那level 2 level 3 怎么做 这些都是一开始就要切好的 但这边还有些需要评量的地方 比如包含了资讯的机密 当你委外的时候 哪些 event 送到外面去 那些东西是comply的 comply你门公司的法律的 然后假设你委外 也有很多沟通的成本 那你委外建置花的时间 跟自己建置花的时间 你只需要考量 经费 然后人力规划 这是一定的 那自见他们也说 这可以分阶段来进行 初期你可以是IT的SoC 或委外MDR来支援 中期你可以加多一些SoC的功能 并自行运营 后期呢 again AI大神就出现了 假设你可以用AI的技术 machine learning的技术 学习这些自己场域里面的行为 那再利用外部的一些 NDR MDR MDR的东西来补强 那可能就可以发展出 针对自己场域 最为熟悉的保全 那这些东西 其实大家 其实对政府有个建议 就是政府是否应该考虑 把重要关键基础设施 这些油气水电的OTSoC 也纳入要求的范围 今天政府其实已经要求 这些重大关键设施 在IT必须建置SoC 但是或许他们应该 也要要求OT 也要有SoC 最后一个彩蛋 大家在工程过程中讨论到 现在有个很夯的题目 叫供应链资安 供应链资安 也是台湾在外国 是很容易被提起的 为什么 因为台湾就是供应链大国 我们在供应好多东西 大家都同意 资安已经要联防了 供应链资安怎么一起做 怎么一起联防 所以从华硕 华硕这里成立了一个 叫高科技资安联盟 这个联盟现在vendor 还不是特别多 但已经涵盖了 上游的IC设计 封装测试 系统组装 他说这个虽然vendor不多 但大家差写为盟 什么话都要讲 这其实有点像是 iSEC的方式了 就是information sharing 大家把资讯都分享出来 所以透过情资跟分享 来强化这个资安威胁的能力 第二个单位叫做台湾资安主管联盟 就是希望能整合产业的力量 提升台湾产业的资安韧性 目前有这个资安主管 就等于吸手联盟了 目前有81家公司 含快20个产业 也是一样 在情资分享的架构下面 可以巩固台湾相关的产业安全 最后一个是我们也有经验的 就是半导体的1187标准 现在半导体有个新标准 是台湾第一个半导体资安标准 台积电主推 工研院 瑞控网安TX1 我们都在帮忙一起推广 这是强调说 半导体的供应链 当它deliver机台给晶圆厂的时候 怎么确定这个机台本身是干净 是没有毒的呢 台湾 我们有这么多半导体公司 之前其实并没有什么 有效的资安标准在全球 但当台湾的所有公司 都follow同一个资安标准的时候 这个标准可能在全球范围 就有意义了 我们也是讨论那些困难跟挑战 其实供应链资安最困难的 就是深度跟广度 等于说你把成品拿来检测 但成品里面的software 你有办法检测吗 这就是讨论到software bone的问题了 一个小盒子里面 可能有100种200种的资安软体套件 可能有不一而足的资安问题 那这是怎么解决 另外一个最大的困难 是在中小企业 想象台积电的供应商 是艾斯莫尔好了 毕竟它是全世界市值前30名的公司 所以你跟他要求资安 他可能可以做很好 但如果推到后面是做纸箱的 那可能资安的能力就不容易 那这个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政府出面来协同 那才能够cover大部分中小企业的资安 能够提升 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智慧制造桌的一些sharing 谢谢大家的时间 谢谢 感谢TS1Networks刘执行长的精彩分享 接下来让我们邀请新展银行李副总裁Peter 与我们分享金融桌子的讨论内容 好 大家好 希望让各位等到四点半 我这个session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那一样是圆桌 那我们圆桌我是带金管会菜处长 他是桌长 那他临时有公务 所以请我来帮他说明一下他的想法 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嘉明 大家都叫Peter 那我17年在中国信托 三年在玉山银行 现在在DBS 所以我们待会就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们有事先做主题分享 所以就是真的就是刚刚中午的那段时间 那边吃饭 大家边讨论五个题目 那我们整个的 一从参加这个圆桌的成员 还是一定要跟各位介绍一下 首先刚刚讲说是蔡处长 金融管理委员会的那个制服处 蔡处长在左上角 那接下来当然有我们的Bermain Bermain在这边 那另外还有台信银行的资安长 玉山银行的副资安长 玉山银行今天资安长也是有公务没有过来 那右上角是我 那另外还有中国信托的资安部的部长 还有钟晓晴的财益清 那还有上海商银的迪协理 还有台湾证券的赵龙副总 那还有国泰金控的林副总 以及富邦金控的青尾兄 那这些都是我们今天中午的一个讨论 那我们讨论有五个题目 那我们也把这五个题目呢 给大家跟各位先看一下 待会我就针对这五个题目 来各位做说明 我知道各位一定会拿相机 你就拿相机 为什么呢 我本来是没办法用 没办法是没办法 本来要跟各位讲说不要拿相机 为什么 因为本来是要用我的电脑播放 那我刚刚我知道各位有可能会拍照 我特别把投影片寄给大会 因为我的电脑里面有浮水印 这就是其中一个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机制 所以我除非带个人电脑 否则家公司的电脑有浮水印 那各位拍照回去就看到我的浮水印 从那个浮水印的内容就可以被identify 这张图片是我留出去各位拍照的 所以这浮水印其实也是我们一个 资安的一个控管措施之一 那我们这五题 来 第一题 强化资金融资安的韧性 要如何面对不同的情境 那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因应策略 待会再看到所有简报里面的右上角 是蔡芙蓉蔡处长的想法 所以右上角的那个文字都是蔡处长的想法 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 主管机关对这件事情的想法是什么 他就特别请我跟各位讲一下 他的concent点事 比方说以这一题来讲 他在乎的是要有全面的思维 然后要想到异地被源 同时也要做到区域性的规划 也就是你在规划你的那个 毅力被源时 你要有区域性的想法 好 这是他的想法了 那我们请他各个银行的资安长 怎么看这一题呢 首先我们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上面是什么 有DDoS的攻击 对不对 最近8月1号开始 各银行的资安人员 就皮绷的紧一点 对不对 有人是每小时通报 有人是每三小时通报 有人说通报到这个礼拜 有人说不要 我们继续通报到这个月月底 应该继续关注到这个月底 好了 看各银行 怎么去关注今天的这个事情 但是就是我们在处理它时 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看到 早上蔡总统有过来 那前一阵子速发部也有来 那刚刚另外一桌的 唐凤部长也有在场 对不对 唐凤部长有提到 他的那个速发部的那个官网 释放在哪里 释放在anywhere 对不对 他用IPFS的方式 用CDR的方式去做这个内容的一个detect 而他把他的所有的官网 网站放在任何一个地方 用什么系统 新闻写的是Cloudflare 在Cloudflare上面 他把它放在任何地方 什么叫做IPFS 我们内部也在讨论这个题目 在左上角看到的CDR的机制 我们在讨论这个机制 其实我们讨论到IPFS是什么 各位都用过 各位有没有拿VT下载过软体 点个头一下 好不好 各位都有下载软体 所以你下载完TopGun好了 我最近在看TopGun 下载完TopGun 你就有TopGun第二版的 最新的 在你的硬碟里面 是别的也有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要去找我的 那个TopGun的影片 我到哪个地方都有 哪里我也不知道在哪里 到哪里都有 所以这就是星际档案系统的一个概念 所以其实要防止DDoS的攻击时 我们也讨论到静态网页 如果是放在IPFS 这一种这种星际网络 就像VT一样 都在每个人的电脑上 你打打看 你要打哪一台 对不对 你要打打看 不过这个是我们会关注的议题 因为我们觉得 静态网页应该是可以的 就好像各位下载那个影片 应该是可以 动态网页呢 网银怎么办 行动一堂怎么办 如果你只讲Triple W 我觉得不是太大问题 但是如果你讲网银 可能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当然 对这件事情我们要关注 现阶段我们的做法 就现在写的 流量先清洗 对不对 流量清洗完了 有人提到断尾求生 断尾求生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银行 都是服务台湾的客人 对吧 台湾的客人的IP都在台湾 对吧 至少在台湾跟在China 在菲律宾应该是分得出来的 所以只要是来自于台湾的都过 非台湾的境外的都挡 这就是断尾求生 有一家银行提出这个策略 他们做法就是 反正我已经 我买的流量再怎么大 都打得都比我买得多 对不对 我已经排山倒海而来 那我就是把IP 台湾的留下 其他都挡掉 这是一个policy之一 这是一个方案之一 那我们最近因为 情职的关系 所有很多银行 都有在做通报 通报说 我又发现哪个IP打过来 各位做这个都很迟到 你今天这个IP 早一小时前是这一个 下一个小时可能是另外一个 不过没关系我们就是通报 我们就是通报 所以各银行之间通过 FISAC都有把这个IP 通报到那个FISAC 快速给各银行知道 所以这时候代表了什么意思 如果说你们家的防火墙 是通报一个马上改一个下上防火墙的policy 毁了慢 而且防火墙在下上时可能会影响服务 所以你要考虑的一个机制是如何当通报一个IP 是你要被阻挡时 你的快速的阻挡机制是什么 这是不管是用黑洞的方式 流量的方式 断尾球的方式 我们低dose的处理方式 大概是现在的因应的策略 是这样子 各银行的策略是这样子 下面是Raysomware 那Raysomware的做法 其实你看到中间有一个隔离 考量的就是 其实要想办法 南北隔离用防火墙 东西隔离你做不做 一定要做 server跟server隔离你做不做 人的识别你要做 那个系统的资料的一个传输的behavior 你要去侦测 所以我们会用各种防火墙的方式 不只是南北向东西向 或者是其他众生防御方式 去阻挡让它在一定范围内 那蔡主长特别提到 在会议上人家就问说 制造业蛮多都付比特币出去了 金融业付不付 坚决说No 这是主管机关的看法 坚决说No 告诉各银行坚决也要说No 所以这是我们的主管机关的看法 是这样子 那Anyway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去进行 我们要定出我们公司的一个Policy 我们的Policy 有一个银行 它的Policy很不错 提供给大家分享 一切业务不可以凌驾与风险之上 意思是说 所有事情只要有风险业务就不上 一切服务不可以逾越于法规之上 就是只要法规说No 你就不能提供这个服务 法规没有准许就不能提供这个服务 尽管会没有点头你就不能上线 没有模糊空间 就是问 就是问 那我们在资安上面的另外一句就是 一切资安的事物不可以侵害消费者权益 所以银行再怎么样 就是消费者权益优先 所以各位这一次再买疫苗显示 是不是 消费者保护的权益优先 再怎么样卖地卖房子 就是保护的权益有限 这就是我们对服务的态度 这就是我们公司的Policy 所以因为这种情境之下 我们的建议是说 把公司的系统分等级 银行是有分等级的 分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一二三类 一就是核心系统相关 所以一一旦出问题 金管会就开闸 所以一是最严重的 二是跟消费者相关 但消费者又不需要用到的 一像网路银行像一 行动银行像一 二像什么 二像是你可能不会用到 银行内部系统跟客户相关的 一跟二 第一类跟第二类非常重要 优先去做一个因应 优先去做一个管理 要保护的资产 一定是保护跟消费者 最相关的资产 优先保护 而我们保护方程五个方式 透过资安的管理 我们要去掌握一下 我们要去掌握一下 我们先做prevention 再来是做资产的保护 再做资产的保护 再来是做攻击的侦测 再做事故的回应 做response 最后做到灾害的复原 所以我们称它叫PPDRR 的一个方法论 也类似各位常听到的 ISO 2701的PDCA 相关的做法一样 我们资产也是用这种方式去做 先做盘点 找到我们的资产 开始做攻击的一个防御 这就是面对不同情境 依据不同的风险 依据不同的资产 价值来做不同的一个导入 所以我们银行其实是做一个 风险控制的行业 所以我们是风险导向 在做相关的内部的一个管理 好 这是第一题 那第二题我们要提到的是 备份系统 备份系统 那备份的资料 你要放在哪里比较好 哪里比较好 其实以这张图各位来看 银行可能已经不再是 主机房跟异地机房 做异地备员 其实现在都在讲双火双火 两个主机房 所以我们叫PDC跟SDC 好 我把PDC的资料 背到SDC 其实过去曾经发生过 国内某大银行 ATM非常多的银行 他发生了一个事故 核心系统的事故 那金管就会去问他 问他处理方式 你不是都有备员吗 切啊 你不是都在做地牙演练啊 切啊 哎呦 讲那么好听 说切就切 PDC 马上切地牙 你以为演练完 就真的能够切系统吗 不是这么容易的 其中有个重大因素是什么 资料也直接 当你资料在这里被处理过了 资料在那边也被处理过了 同步就copy过去 资料在这里被Raysomware打包了 在那边也被加密打包了 你切过去也没用 还是加密打包了 所以我们要在资料备份上 是要用备份完离线 离线完送出去 这张图右边告诉你的 是传统方式 所以你也看过曾经发生的 资案事件就是 有一台车子 在半路上掉了 对不对 掉了那个保险箱 保险箱里面是磁带 不要写那样 箱是客户资料 可是这车子又有人去压车 还是掉了 对不对 现在的概念已经要改变了 已经不是这么做的 我们也不再做磁带了 现在没有人在搞磁带了 现在都用磁碟对磁碟对钞了 对吧 还在搞磁带 磁带还会有那个 要复原 验证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就不再透过磁带 而我们要用什么方式 就是要换一个思维 要储存在第三方 而那第三方又是哪里呢 下一题来问我们这一题 我觉得这题目 那个理事长有规划 第二题跟第三题是连锁题 一个一个连锁下去 既然是连锁题 第三题就问我们了 你都说要毅力备原 因为我们本来磁带是放在 异地DR 可能是磁带 现在不是磁带 用Disk也没问题 也是放在异地 可是异地当发生的一些重要事情时 怎么办嘛 好 是下一题 但是当我们要放的时候 是放在哪里比较好 刚刚讲放第三方 那你就说了 云端可不可以放 其实这一题其实 我们是有在思考说 云端不是不能用 也可以用 但是你备份的资料有没有个资 有 有个资 有个资 有吧 对啊 你的钱嘛 我的钱嘛 对不对 你借多少钱嘛 最好借的钱不借最好 但是我存的钱最好要留下 所以你的个资 CIF的资料都有留 都在系统里面 所以只要有个资上云端 就是报布 所以右下角这张图告诉大家 要报布 报谁 报金管会 图片都给大家看FSC 报金管会 但金管会其实刚刚讲的 我们其实帮蔡处长 也有在分享他的思考 时代在改变 今天云端在作业 跟客户作业一有相关的 当然报布 云端在做资安保护 在做备份的 其实这是一个备份的行为 备份的资料也是 特别做过处理 其实事实上 你在报金管会的时候 还是要报金管会 但是他会做一个 特别的一个review 来协助我们 来确保我们的资安任性 当发生问题时 我可以从anyway抓回来 刚刚不是讲VT吗 对不对 anyway抓回来 可是那个anyway 碰到云端的金管会的policy 就有点小问题 VT可能在你个人电脑 IPFS在你个人电脑 云端在哪里呢 请你跟金管会要报告说 我云端只能在某几个国家的机房 因为那几个国家的个资保护 不低于我国 可以点头可以 那如果说你云端放在对岸 对不起 可能有问题 是吧 放在柬埔寨 可能有问题 所以云端的储存位置 是你要跟云端厂商讲 我放在云端的哪里 要讲清楚 哪里要讲清楚 所以虽然我告诉各位有AWS Google 微软的Ajo 也要问清楚放在哪里 哪里是要讲清楚的 OK 好 所以办法告诉各位了 这个办法下面有写 我要办法第三条 涉及客户资料 如果是用到云端要看 我要办法第19条之一 跟19条之二 这边都有秀给大家看 这是第三题的部分 好 连锁题的下一题 好 那碰到 你即使放到云端了 发生极端的情境之下 怎么办 我们来讲一下 什么叫极端情境好了 各位都知道Google在张宾 是不是有机房 点头 点头 有吗 点头 后面有人点头 对 张宾机房 有没有在海平面下 点头 有 点头 有没有在公安区 公安危险区 有有有 点头 好啊 Google的张宾机房 又在公安区 高危险区 又在那个海平面下 是吧 虽然没有地震带 海平面下 但它是不是一个 潜伏的一个问题的点 是 在规定里面 请你找第二个点 所以如果你今天资料 被分到Google的张宾 请你顺便找一下 Google的另外一地 不能只被一个区域 要被两个区域 因为我们会假设 一次发生一个海啸 不会发生 那个西台湾海啸 那边又有什么样子 一个其他的一个地震 或者什么 我们会假设一个 一个极端的情境进来 好 刚刚讲的是 从左边这张图 海啸这一个题 讲的是Google的张宾 对不对 那还有没有别的地方 他们的地方 所以 其实我们核灾也有 不是核灾 我们核能发电也有 也有可能发生核灾 西台湾也会有 三支舰会打过来 三个弹也会打过来 都会飞过我们台湾本岛 这些极端的情境下 我们都要讨论 既然刚刚前一题 已经告诉大家 可以放匀了 所以在这个情端前进下 其实已经告诉你 真的你也可以考虑一个 好的地方 去做妥善的保护 而那个保护的方式 最好是离线 所以右边的这张图 是要告诉大家 你东西往那边抠 只有一个箭头过去 没有回来 而且箭头过去 其实还要立刻断网 这边我有补充 要立刻怎样 要找到一个可靠的异地 要能够单向传输 要能够做完资料备份以后 要能够离线跟断网 做完以后 你达到真正的实体隔离 而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 零信任的一个机制 蔡助长特别 零信任机制时 就要做很多件事情 其中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 你要能够识别员工是谁 用什么识别 Multifator识别 你要能够识别连线的device是谁 就是桌机要识别 notebook要识别 你要能够识别server在哪里 所以你要有东西向 南北向的一个识别 你要识别server跟其他server之间的网路传输 这个server平常没事 不会跟ABCserver通 怎么最近都有ABCserver来连他 这就是一个征兆 所以这是他环境的侦测 第五个就是要提所有的 大环境上面的一个user behavior 比方说今天我现在人在这里 我不应该连回来 连回公司 或者是我们公司的policy 连营育环境只能进机房 不能在家里外面 这些从不对的时间 不对的地方 不对的IP 这个behavior也是你一个侦测的识别 达到这五件事情 才能够建立起完整的临性认 好 你想一想 有多少银行 有建制 一套系统 是你在公司内部连每一套系统都要拿one time pass 我认证 都要拿手机出来认证 你每进一套系统都要这么做 这样子才真正达到五个里面的一个 motivator 身份识别 刚刚四个有讲过就不再跟各位讲 这是灵性认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时 平常就要布很多的一个sensor 去做内部的一个侦测 侦测 那右下角IPFS不用讲了嘛 把它想成VT就对了 好不好 把它想成资料anywhere就对了 好 但是我刚刚说过的 静态可能可以 动态还要研究一下 好 那最后一个题目要跟各位分享 对我们的 那个洗手们的提问 问说 那日常的运作已经遭了破坏 那如何维持 最基本大家要钱要能够领得到钱吧 你的银行已经 PDC已经挂了 SDC已经挂了 server已经挂了 怎么办 那你怎么提供的提款服务 你不能造成恐慌啊 钱一定要领得出来 好不好 那钱领得出来呢 我们给了一个方案 既然我们FISAC可以做情资分享 FSOC可以做即时监控 我们可不可以业务B子领时 也做跨银行的合作 不是说我转钱经过财经 到另外一家银行 这不叫跨银行合作 在这张图可以各位看得到 是说中间那个A银行挂 就是一时之间修不好 对吧 我们总有这种Case嘛 尤其是前一阵子很多银行 在做核心系统转换时 一修修不好 然后一修就是 每次账单的技能都不一样 ATM去提款的内容都不一样 那那个金管会也做一些财阀嘛 但是其实做一些警告啦 因为毕竟核心系统是一个大系统 要好好地做移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好 那但是他修也修了好一段时间 好 那在这段时间时 业务怎么办 客户怎么办 对不对 客户要领钱怎么办 好 所以我们假设这A银行挂了 所以其实A银行可以平时 跟上面的B银行谈合作 也可以跟下面的C银行谈合作 只要我A银行发生问题 所有打到我A银行的ATM交易 从财经过来的所有ATM交易 全部都转到B银行 请B银行同时做他自己的B银行交易之外 还做A银行的交易 可以吧 可以 我们跟银行之间联房 我们做业务的联房 C银行就帮我们解决柜台 B银行帮我们解决ATM的自动化服务 C银行帮我们解决柜台 所以我们在讨论BCMBCP的时候 其实不是只是讨论说系统回复正常 因为系统回复一定不会够快 我们要讨论的是 在这一段还没有回复好的一天三天时间内 我怎么去让Bits里斯持续运作 而我机器都还没装好 如果今天放云我还是要有时间 把DataSense的建好以后 事实要再call下来 所以我在这段时间 我们做银行跟之间的业务的合作 这是我们针对这个BCP的一个讨论 给各位多一个分享跟建议 最后蔡处长给了一个comment 给一个comment是说 治安就是国安是吧 那既然国家要跳出来 因为如果你各位看今天的新闻 会看到说 银行工会理事长 率领一票人员到其他国家 去做一个参访 去那边学习一下人家怎么去 因为那个国家经常被打 而且每个人人皆兵 然后女性的同胞国人 都要出来当兵的那个国家 好不好 都在 他已经被打了好几年了 好 就去参访他们 所以回来提到的是 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国家级的安全防护网 银行在国家级安全防护网之下 所有外面的一个攻击 只要是从外面来的 境外来的 至少我们由国家的防护网 来帮我们做第一道的一个把关跟防护 那我们当然是管内部的 希望境外的有 境外的有 由国家来帮我们做一个防护网 这是第一个 针对要加强治安任性的一个建议 那另外一个刚刚讲 已经讲了FISAC了 讲了FSOC了 我们做这个联防 不管是治安的联防 甚至业务的联防 我们都做 那再来就是说 联防以后要花时间去看 好不好 实战人员不是你请来 每天在看 每天用人工去看特征 用人工去做一个 DETECT 而应该是透过AI 透过自动化的方式去捐控 所以要透过这一块 那当然现在 外面人才 人才很多了 我们要去找一些相关的人才 如果不要被半导体业者抢走的话 我们应该希望能够 然后金融界都抢一些相关有资讯 资工资科资管资安的数学等等等的 相关的一个技术都是我们想要的 甚至我们今天要讨论 连第一类的人都可以来资安 第一类组的人都可以来资安 因为资安不一定是第二类组的事情 第一类组也可以来做资安 那就是做到自动化的监控 那蔡处长又特别希望的就是 因为最近就8月这段时间 那个北凉溪来了以后 北凉溪知道谁吗 北凉溪来了之后 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 那发生了很多事情之后 就应该做一个联防 做一个虚拟战情室 而不是FISR一天到晚 扣A一团扣B一团 我们来请他们每小时来通报 我们应该是随时有一个 Dashboard有一个战情室来做 后续会建立一个虚拟战情室 来全面的掌握任何可疑的被攻击的路径 而马上下相关的指令 通过金管会的力量跟资源 来协助银行一起来做资安的防护 以上是我的简报 谢谢大家 谢谢